好 各位 有没有什么天秤男的问题 没问题吗 还是都离婚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天秤座朗朗后 对人都很好 他们究竟对喜欢的人跟普通朋友 有什么差别呢 我告诉你天秤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相信吗 其实天秤是一个 遇到别人就变种的星座 在外人面前形象很重要 而且不熟的人面前 他尤其是要伪装成很和善的样子 因为谁知道你到底是会成为他的朋友 还是仇人呢 所以一开始伪装是必须的 天秤通常没有几个好朋友 他大概就是三个 或四个 或两个 绝对不会超过六个七个八个 其实仔细想一想 我们天秤座一副朗朗后 但你会发现那是一种距离 就在这里了 好啊 好啊 但是再深入没有了 如果一个天秤他一直在跟你讲工作上的事 或者是聊他创业的内容 这种很Rough的课题 或者是跟你聊八卦啦 或称赞你 那么我想他是把你当普通朋友哦 可是如果他开始会讲心事 会跟你抱怨 然后你开始觉得他有一点负能量 他讨厌谁 然后跟谁有一些个营的地方 他很困扰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有一点喜欢你了 因为他在你面前已经开始不那么重视形象 也愿意卸下心房 还有天秤其实是非常喜欢聊天的 如果你们可以讲很久的电话 或每天晚上一定要通话 或者是见了面 他就跟你一直哇啦哇啦讲个不停 那也意味着你在他心目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 如果天秤男开始对你没礼貌 你们之间就是有机会哦 因为天秤男是一个闷骚的星座 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有点暧昧 他就会卸下礼貌的面具 可能开始讲话没有什么分寸 甚至有一点孩子气 或者他会酸酸的说 哎呀他不错嘛 你也赶快去教一个啊 当他会开始说起这些 没大没小或者是愉悦奋计的话 那就代表他真的开始重视你了 这时候只要你好好看着他 跟他说 我觉得你才是最重要的 保证他的心里就飞起来了 我相信这种很自然而然的方式 绝对会增进你们之间的温度 让你们的感情叙述分温 如果你很着急 那请不要找天秤男 因为他们必须温水煮青蛙 你要很有耐心才能慢慢地煮熟他哟 有人会说老师 我遇过猛攻 然后猛进行的天秤座 并没有温水煮青蛙哦 那么他们是不是变种的天秤呢 我要告诉你 他不是变种的天秤 他们是渣渣行的天秤 因为在他心目中 他是在游戏人间 或者是他觉得他更自恋 更想展现的是他的魅力来吸引你 所以他爱的是自己而不是你 那么在追你的过程中 他也在享受这个自恋的过程 他会好好对待你们的感情吗 危险性也非常的高 所以这种自私自恋型的天秤 就很可能是我们心目中花心 或者是渣男型的天秤 你一定要当心哦 老师天秤座是不是不管男性 都是心爱非常分离的 开创星座都有嫌疑 母羊天秤是一挂的 这种性跟爱可以分离的 这两个星座还蛮多的 当一个天秤男突然变冷淡 那一定是你做了一件 他不喜欢的事 使得他的感觉淡掉了 你不要看平常天秤男很随和 一旦他淡掉了 冷掉了 那么他要说多冷酷就多冷酷 而且他不喜欢的话呢 他就不会给你面子 这时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他冷静一下 绝对不要追着他问怎么了 或者是表现得比平常更殷勤 那个时候的他 只会觉得这样的你很烦而已 天秤男的自我不会改变 但我觉得他会调整他的方式 改变也是因为 他觉得他想改变而改变 所以如果他是个工作狂 他现在就觉得工作很重要 他就必须那么狂 他也不会因为另一半的阻止而不狂 所以我绝对就会给他我的 我觉得你不可以花心 或你不能比他花心 你比他花心会让他就冷掉了 因为他正在投入这段感情 对 那你不要忘记了 天秤是可以瞬间冷掉的 瞬间冷掉或 我们常说他们虽然感觉人很好 很念旧的样子 对旧朋友他们是绝对都会保持联络 可是只要是分手的另一半 那个是绝对不会再理的 天秤座会觉得 那个时候我已经全心全意在里面了 那既然要走 或者是有下一段 我也要全心全意在下一段 倘若前任不断不断地想要表达那种 哎呀我好想念你啊 当时的你有多好啊 天秤也不会动心的 因为天秤会觉得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珍惜我 或者是觉得没有必要再联络了 我现在全心全意都在后面这一位 在一起的时候 好好珍惜天秤比较重要 你说实话 就是跟天秤三交的吗 有啊 你走开啊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